航母的平台它是上下左右同时有摇摆 那么我们说对于舰载机来讲 你的可能在几秒之内 你的这个跟航母之间的高度差 能够差到十几米以上 左右的方位也能够在这个几米 甚至几十米的瞬间的发生变动 那么这次FA-18的这个降落呢 它实际上它最后应该来讲 算是比较成功的降到了航母的甲板上 但是麻烦在于就是它降到甲板上之后 它的飞机实际上是向右偏的 这个时候你的右侧的起落架 会有一个巨大的应力 直接导致右侧的起落架被毁 那么这个事故 我们说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伤亡的关键 还是就是它运气还不错 就是它的着箭钩啊 还是挂到了拦阻锁上面 不幸中的万幸呢 就是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伤亡